一股清建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 正影響著廣東元朗地區 預料今晚的氣溫將會轉動 到明天早上最低氣溫會跌到大約10度左右 天文台說今天大致多運 早上一兩陣微雨 日間最高的氣溫大約21度 吹和混清境冬至冬不風 只望未來兩三天天氣寒冷和乾燥 最低的氣溫將會降到10度或以下 大家在外出的時候就要多穿衣服保暖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